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六月精彩运动赛事 各界好手来比拼 棒球 足球 篮球都有精彩的比赛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界的新闻吧 体育界表现最亮眼的选手 就是在美国职棒大联盟发光发热的日本选手 大股翔平 他在六月底打出了第28支拳雷达 拳雷达 Home Run 大股翔平真的是太强了啦 美国职棒大联盟 Major League Baseball 看完美国职棒之后 我们来看美国职篮吧 美国职篮就是大家所熟悉的NBA 它的全名是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美国职篮季后赛 西区冠军最后是由太阳打败的快艇队拿下了胜利 西区冠军 Western Conference Champions 最后一则体育新闻 聚焦2020年欧洲国家杯足球赛 UEFA Euro 2020 其中登上头条的就是葡萄牙当家球星 西罗他的这一个举动 可是让可口可乐的市值瞬间蒸发了好几个亿 记者会 Press Conference 披萨特殊新口味 中西合并新滋味 不知道各位观众有没有尝试吃看看香菜猪血糕披萨呢 波美觉得超好吃的啦 接下来一起来看生活版新闻 我们的主播波美觉得香菜皮蛋猪血糕披萨很好吃 而鲍勃呢也觉得超好吃的 因为我超级爱香菜的啦 香菜 Cilantro Or Coriander 皮蛋的英文则是 Preserved Egg 最后猪血糕 Pig's Blood Cake 接下来要来关注的是 因应三级警戒延长 政府取消夏季电费 夏季电费 Summer Electricity Rate 下一则生活版新闻 居家快晒试剂 可以在便利商店或是药局买得到咯 这样就变得超级方便的 居家快晒试剂 COVID-19 Home Test Kit 便利商店 便利商店 Convenience Store 药局 Pharmacy 小米手环新上市 微软系统新升级 科技版热搜关键字到底有哪些 让我们连线记者包博 接下来为您报道科技版新闻 现在呢可以看到很多人都戴着不同品牌的智慧手表 6月份小米推出了最新的小米手环 小米手环 Mi Smart Band 小米手环的最新功能是可以测量血氧浓度 血氧浓度 Blood Oxygen Saturation 最后一则科技版新闻 微软推出了最新的作业系统 微软Windows 11作业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11 大家就可以去更新看看咯 更新 Update 6月社会新闻 波罗带你掌握 话不多说 马上把镜头交给特派记者包博 最后为各位播报社会版新闻 芳山芒果滞销 芒果 Mango 滞销 Unsellable 因为Delta变种病毒的原因被污名化了 污名化 Stigmatization 最后一则社会新闻 台湾的柔道男童在与死神搏斗了70天之后 很遗憾的还是宣告不治 希望司法能还给柔道男童一个公道 柔道 柔道 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欢迎按赞留言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集再见 再见